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奔驰登上了国家质检总局的公告栏 因高田气囊原因 决定自2019年4月30日起 召回2013年生产的多款车型 共计106,594辆 这一次 奔驰将召回超过10万辆的车辆 原因竟然还是因为高田气囊 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至少有23人死于高田气囊爆炸 因高田冲气泵问题受伤人数 已超过290人 高田气囊隐患问题 引发了汽车行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安全召回事件 在全球 因装配高田问题气囊而被召回的汽车 已高达1.2亿辆 而因为设施问题 产品数量实在过于庞大 多家厂商不得不采取分批召回的模式 奔驰再度沦陷早在去年7月 国家质检总局就气体发生气破裂问题 曾集体约谈大众汽车 通用汽车和奔驰汽车三家企业 继去年10月因高田气囊召回35万辆之后 日前 奔驰再度因为同样的原因 宣布了涉及10万余辆车型的召回 日前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梅塞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根据曲线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和曲线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施施办法的要求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因高田气囊原因 决定自2019年4月30日起 召回2013年生产的多款车型 共计106,594辆 据了解 奔驰奔驰召回的原因是 奔驰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驾驶席 副驾驶席的正面安全气囊 装配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R气体发生器 在空气囊展开时 气体发生器可能发生一场破损 导致碎片飞出 商级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 涉及车辆包括部分C级 1级 2级 GLK级 SLS级 威亭 维亚诺及林特汽车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梅塞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及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安全气囊 以消除 安全隐患 梅塞德斯奔驰授权服务中心 福建奔驰授权服务中心 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 通知有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 不过 从销量上来看 近两年来奔驰在华发展 可谓顺风顺水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奔驰在华累计销售新车34.8万辆 成为豪华品牌销量冠军 按照计划 2018年梅塞德斯奔驰将向中国市场引入超过12款新车 包括已经推向市场的全新CLS四门轿跑车 下半年陆续登陆中国市场的全新G级越野车 新一代长轴距C级车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等 都将是年内豪华车的重点车型 汽车圈坑跌冠军事实上 被高田气囊坑的并不仅仅是奔驰 一家 高田缺陷气囊从2008年爆发以来 已长达10年之久 虽然全球已有超一亿辆的汽车被陆续召回 但在全球汽车市场仍有大量装配高田缺陷气囊的车型未被召回 去年 共有29家汽车企业 因高田气囊问题召回 召回数量累计高达106万辆 2018年以来 高田问题气囊影响仍在发酵 上半年 我国共实施缺陷气车产品 召回109次 涉及车辆486万辆 其中 因高田问题气囊事件召回 是国内乘用车召回的首要原因 涉及汽车多达111万8510辆 占召回总量的23.18% 据悉 在针对召回以及事故赔偿方面 高田同意支付10亿美元的赔偿费用 早在今年1月份 这家公司还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的罚款 并成立一个总额1.25亿美元的基金 用来向受害者进行赔偿 此外 高田还将单独拿出8.5亿美元资金 来偿付汽车制造商 因召回问题车辆而产生的费用 高田气囊造成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发酵 保守估计2019年才能完成 这可能是汽车召回史上的最大一次规模的召回 重压之下 目前的日本高田公司已经宣布破产 4月12日凌晨 郡胜电子发布公告称 自公司Joysox Autosiftes A 以下简称KSS完成了对购买高田公司除PSAN业务以外主要资产的交割事宜 购买的目标资产最终实际支付的对价为15.88亿美元 军胜电子曾表示 希望通过收购 整合高田技术 帮助自己成为全球最大安全气囊供应商 目前来看 收购完成后 全球汽车安全气囊市场 将改写为三分天下的格局 其中 高田的市场份额 将从2015年的22%下滑至2020年的5% KSS整合高田后市场份额将接近奥托利夫 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高田卖身之后 一代老牌企业也获将就此隐去 但高田气囊带来的余波 恐怕仍未彻底终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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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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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